观看着理财资讯 身为Z世代的Sandra 即便还在学 也运用自己的零用钱 以及打工赚来的积蓄 进行投资 其实我妈从大概高中 她就一直在叫我去买ETF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就是懒嘛 就没有在听这样 可是是长大之后开始 自己有在打工什么 就意识到 其实赚钱真的蛮难的这样 那就想说那不如就试试看 就是她其实算是 算是最 最保险的一种投资方式嘛 除了家人的鼓励 再加上自己的学习 让Sandra更有勇气 踏出第一步 当然讲ETF的话 其实是今年才开始 刚好今年初一月 那如果是活存的话 其实已经开始一年多了吧 对 那ETF的部分 因为最近刚好碰到 最近台股非常大涨 所以非常非常有感这样 对她来说 除了是手上的钱 能有效利用之外 其实也改变了自己 对于花钱的习惯 我周早其实是有听到 蛮多月光族的案例 但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 因为现在是大姐生 他们可能家境比较 比较宽裕一点 所以对他们来说没关系这样 对 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确实就蛮严格要求自己 就是生活费上面 就我只能花一个 比较少一点的数字 然后剩下的钱就是存起来之类的 或者是ETF之类的 因为毕竟感觉玩股票要有点知识在 对 那可能现在先把自己生活过好就好 出国其实很久之前就在想 但是近期才确定说我一定 就是真的要出国 但是平常就有在存钱的习惯 所以就不会可能突然一次要用太多钱 会有什么负担 同样是大学生的Sunny 虽然没有投资经验 但也不是月光族 毕竟自己有在打工赚钱 对于自己的花费也更可以掌握 之前没有打工 所以你钱可能都是来自于爸妈 所以你可能花钱会特别特别小心 可能吃这个买什么东西都要想很久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存钱之后 其实就不用不太会担心说 我可能突然临时没有钱去花 其实自己存一笔钱在身上 其实职业师都可以领出来 这种感觉比较放心一点 过去不少人认为Z世代 应该都属于月光族 不过根据信用卡公司的一项调查 却跌破大家的眼镜 发现Z世代当中有94%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都有理财的规划 而且有75%的人 他们会将1%的收入拿去做理财 调查结果显示 在通膨压力之下 有70%受访者会减少非必要项目消费 59%则会透过理财等方式增加额外收入 另外也有57%会以评价品代替 43%则会选择购买极其品 还有25%会兼职斜杠 至少把挪出你薪水的十分之一出来 我认为这应该就不是难事吧 我给你算薪水很低 给你算三万好不好 你挪出十分之一 大概就是挪出三千块 其实三千块它击杀还是可以成塔 但是你的想法如果是收入减支出 说真的最后这个储蓄 搞不好都是等于零 所以才会所谓的月光族 所以应该把这个公司稍微倒扑一下 应该是你一个月的支出等于是什么 你收入减储蓄才等于支出 对资金少的投资人来说 一点一滴都可以是创造收益的开端 不过专业投资人提醒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想加入投资市场要做足功课 2024年的大盘 我不要讲个股 因为个股标股太多了 光大盘只是涨三成 就涨30%了 也就是说你一个不会投资理财的人 你只是傻傻的去买0050 或是只是买一个台积电 或是买一个比较大型的股票 其实大概都可以赚三成以上 所以说这个时候没有在做投资人 他会看到身边的人 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就可以赚这么多钱 所以他们有一个观念 投资好像很容易 两年的这个突然增加新手人很多 第一个就2020年 疫情爆发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做什么 或者是没办法去公司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新开户人数多很多 2020年是一个 再来就是今年2024年 股市热潮带动更多的投资人进驻市场 不过投资依旧是有风险 下手前要衡量自身财力 TVB的新闻 何江西丹词特报导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en 我们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en 我们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en